前几天,我与自律做斗争 我与自己争吵、谈判、重新审视的论点 列出了假象的赞成和反对的清单 最终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 我无法摆脱日常锻炼 实际上,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快到七点了,我指定的锻炼时间 我开始怀疑,我今天真的需要锻炼吗? 如果我只做了一半的锻炼,怎么办? 如果我改为去街区散散步呢? 如果我改为做一些轻微的拉伸怎样? 如果我只是待在沙发刷抖音呢? 我没有开始正视,而是与自己谈判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终于意识到我在做什么 之后,我深吸一口气,穿上我的运动服 然后出门去做这该死的事情 自律并不是一件容易掌握的事情 这是困难、痛苦、令人沮丧的 而且我们的大脑似乎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它 但这也是大多数成功背后的关键 只需在百度上快速搜索有关自律的名言 您就会被这个话题的受欢迎程度所折服 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都在吹捧灵丹妙药的神器功效 例如,史密斯说,自律是炼化人才的火种 或者吉姆罗恩说,我们都必须承受以下两种情况之一 自律的痛苦或后悔和失望的痛苦 或者罗宾夏尔玛说,自律是通过不断地表现出勇敢的小行为建立起来的 那么到底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建立自律? 我们就不能过好自己的生活吗? 除非你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品种 否则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有他们想要但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诸如高薪工作、博士学位或强壮的身体之类的事情 不幸的是,这些事情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它们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沉淀塑造 那么,我们如何开始建立这种自律并开始收获我们辛勤工作的回报呢? 有一些技巧和实践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朝着目标前进 第一,冥想 冥想是一门古老的艺术 可以帮助您理清思绪 集中精力并平息情绪 如果您发现自己在为大型考试或学习时遇到困难 请坐下来五分钟,专注于你的呼吸 前段时间发布过一篇关于如何冥想的视频 可以去主页看看,可以帮助指导您的练习 许多人称赞冥想帮助他们建立自律和集中注意力 下次当您遇到问题感到不知所措时 请尝试一下冥想 第二,只工作15分钟 你知道有一堆事情摆在你面前的那一刻吗? 你可能会这样想 我不可能做得完吧 那么,不要 这种感觉很可能是一种不知所措的症状 您可能正在考虑完成任务必须采取的所有不同步骤 这可能会引起焦虑 因此,与其尝试做所有的事情 不如只需在任务上工作15分钟即可 无论你在那段时间里你做了什么 就是你完成了什么 之后,您可以休息一下 向前迈出一小步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第三,每天都做 要获得额外奖励 每天花15分钟完成你的任务 以获得额外的奖励 不仅仅是周一 周三和周五 不仅仅是每个月一次 而是每一天 这对于您可能拥有的大目标特别有效 比如写一本书 或成为一名专业艺术家 如果你承诺每天花15分钟完成你的任务 那么它就会消除与之相关的所有之一 它还会消除了你所有的拒绝不做的借口 现在,你不必陷入关于你今天是否必须做这件事的内心争论 你已经知道你的答案了 因为你必须每天都这样做 没有休息日 不然你的目标就不会走小 第四,做第一件事 另一种抵消压力和建立自律的方法 是将您的任务分解成最小的部分 然后一件一件地完成 如果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网站 但经常遇到问题 那么只需从第一步开始打开你的电脑 然后下一步打开浏览器 依此类推 直到您发现自己正忙于工作 并且完全忘记了您的犹豫 第五,从时开始倒计时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自律方面挣扎 另一个很棒的技巧 是使用倒计时方法 假设您的锻炼时间到了 但是你今天感觉格外没有动力 与其放弃 不如试着从时开始倒数 告诉自己 一旦到了一 你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无论多小 这个思维技巧 似乎总能让人们振作起来 第六,结交真正的好朋友 有好朋友与你一起玩乐的那种 也有真正的好朋友 会让你负责的那种 结交一些真正的好朋友 并让他们成为你的问责伙伴 如果您的朋友也有与您相同的目标 这种方法特别有效 然后,您可以一起安排您的目标 并加入一些健康的竞争 当你觉得别人指望你继续前进时 你就不会退缩 第七,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生活 自律在最好的时候是极难掌握的 剧烈的情绪波动和不一致的日程安排 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在你的生活中保持一致性 将有助于建立情绪的一致性 反过来,这将使您更有可能拥有 练习自律所需的能量和动力 所以,每天在同一时间睡觉和起床 规律饮食 做一些让你兴奋的活动 您不必一直精力充沛 但也不希望意外的情绪波动 危及您的自律 然而,坏情绪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你在自律方面所做的工作 发挥作用的地方 因此,尽管缺乏动力 你仍可以继续努力实现你的目标 建立自律是一个终生的旅程 如果您没有立即拥有 你希望的自律,请不要气馁 这需要时间和精力 就像您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一样 但归根结底 自律是值得的 这是建立事业 健康和梦想的东西 每一个不自律的行为 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 不要做欲望的奴隶 自律可以令我们活得更高级 感谢收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见 记得关注哦 更好的视频还在路上呢 我们下个视频见